1955年,我国首次实行了军衔制,这次受衔规模庞大,难免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平,当然也避免不了有的人对军衔不满意,解放军下来是提倡官兵平等的,如果对部队授予军衔,分个塞六九的,那就有为部队里提倡的官兵平等原则。 其实1955年也不得不实行军衔制,主要的原因有几个,第一便于协调作战,这主要是抗美援朝时反映出来的一个大问题,彭老总要了林彪的兵,但彭德怀在军中的威望很高,这任军副司令员也都是四野的将,刚开始时协调作战没什么问题。 但后来轮番派遣部队入朝,以便达到最佳的战斗力,同时也锻炼了各部队,后来一野,二野,三野等的兵将都陆续派到朝鲜,就会出现高职位,高级别的将领出现,也会出现兵布置江江布置兵的跨军区,跨部队指挥作战,将领和部队们协同作战时经常会遇到问题,会出现指挥不动部队,而有些将领资历比上级还高,这时候如果有军衔就好办了,军衔就是将领的标签,军衔就会显得很重要, 第二,提高官兵的待遇,我军长期处于农村打游击,解放军进入大城市后的地位并不高,我军是统一分配补给的,赤川用度部队都解决了,所以将士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惊贴,我军将士们基本上都来自贫困的农村,竟成了看什么都新鲜,什么都想买,但都买不起,拿拿放放就是不买,起初还好,时间长了自然会遭到无视和歧视,他们流血牺牲奋斗一生,而没有得到拥得的待遇,所以必须提高官兵待遇, 才对得起他们的流血牺牲,第三,外交需要,朝鲜谈派时,美军将领都是肩扛四五个星,致任军肩上空空颅也,不知道的还以为派了一个普通的士兵过来, 而在和苏联等国合作时,经常要由我方将领开通或者出使,出于平等和尊敬,也应有相应级别的将领出席,肩膀上空空颅也,总不能每次都要给人介绍一大堆,相应的将领有何攻击和贡献,带任过何等职位,以此来显示对等的待遇, 在1955年,国家实行了军衔制,军衔设六等十九级,当时对于军衔的评定是由党中央专门负责,具体由解放军总干部部门进行, 尽量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,然而还是有些将领觉得不合他意,有的嫌弃军衔低了,有的则认为军衔太高, 毕竟要多那么多人进行评衔,不可能做到决定的公平,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, 比如说许光达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位,在授勋名单中,他的军衔是大将,当时的争议很大,不少人都认为评高了, 这也让他非常的惶恐,因为他觉得当时军中有好多资历,能力高于他的将领, 他真的不配这个大将之位,应该把这个名额让给比他更加合适的前辈领导, 所以他写了一封申请书,希望将他的军衔降到上将就好, 但他的这份要求并没有被中央采打,而且遭到毛主席老上司贺隆的双重反对,反反复复好几次, 最终党中央接受了他降低待遇的请求,享受行政五级待遇上将待遇,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?毛主席为何认为这个大将席位非许光达莫属呢? 其实若是抛开其他因素,但论战功、资历只为这三项来看的话, 许光达确实是不够大将军衔的资格,比他合适的很多, 许光达最高职位只是兵团司令员,红军时期只是世纪干部, 红军时期的军级、军团级别的将领一大堆都只是上将, 甚至有的只是中将。 解放战争时期,很多上将职位比他还要高, 有的上将还是许光达的顶头上司, 还有些兵团司令员只是中将军衔。 诺论资历和战功,像肖克、王震、李达、张宗逊、甘思奇等人比他还要高。 特别是肖克、红军时期的军团长,红二方面军二把手, 与林彪同岁齐名。 大陆军时期120师副师长与徐向前、罗如环、聂荣珍等评级, 与他评级的都成了元帅。 但是开国时大将军的人选,党中央和其重视, 那是甚至右慎才选出来的,不可能出差错。 许光达被授予大将,一定是有原因的。 首先,他曾是红二军团的代表人物, 是红二军团中最早一批为数不多的版人, 红军时大军团,有的有元帅代表,有的有大将代表, 红二军团也必须有大将作为代表, 他还是红二方面军的老人和代表, 王震、肖克、甘斯奇等人最早属于红一方面军, 是后来采取援助的红二方面军。 红一方面军出了八位元帅四位大将, 红四方面军也有一位元帅两位大将, 算上陈庚是三位大将。 红二方面军就贺龙元帅,必须有大将代表。 其次,许光达毕业于黄埔军校, 还去苏联军校进修过, 这样的学历在我军也不多见。 建国后,因他的学历和能力等荣扬用他的地方还很多, 特别是他的流苏背景。 最后,因为许光达身为装甲兵司令员, 负责我国装甲兵的建设工作, 经常要跟苏联装甲兵将领进行交流学习, 苏联装甲兵司令员是大将, 如果许光达军衔过低的话, 会显得我军对装甲兵以及与苏联合作等问题上不够重视, 所以抬高许光达的军衔, 也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。 所以出于几方面的原因, 许光达必须入选大将, 被授贤大将军衔, 也是实至名归。